只是娱乐圈里大家都很喜欢的女明星之一 她因为出演加油儿女出道 从小就被观众所熟知 身为童星的她演艺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因为长大后的颜值不够美 让身在娱乐圈的她倍感压力 不过好在杨子的演技出众 即便她不是同龄小花里最美的 却也可以凭借着演技秒杀一波人 正因为如此会演戏的杨子 在路人心里的好感度也是蛮高的 现在杨子的事业也比前几年顺利多了 出演的电视剧收视率都不错 前段时间的香蜜也是赚了不少人的眼泪 欢乐颂则不必说了 更是前几年的爆款电视剧 现在的她出演的电视剧不仅大家都乐意看 而且综艺里她也格外招人喜欢 有她在的地方气氛马上就活跃了 在剧组里她就是大家的开心果 所有人看到杨子之后都会忍不住要逗她 毕竟她太可爱了 杨子最近还与林志玲一起参加了一档真人秀 当时的样子是杨子正在帮林志玲擦嘴 突然杨子就偷亲了林志玲的脸一下 林志玲也是猝不及防笑的一脸懵 不过面对杨子这么亲切的举动 因此